隨著疫情趨緩 離島海運需求大增 有業者就砸下了三億元建造新船 今天上午守航 也進行了傳統直擊儀式 一邊放鞭炮 一邊來發糖果 祈求陶海人都能買載而歸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 現場非常熱鬧 天空中下起甜食雨 民眾好開心 帶著箱子準備好 趕快來搶糖果麻糬 要來沾沾喜氣 到底是什麼好康 吸引這麼多人 原來是澎湖貨運 載天新船 9號上午守航 進行傳統直擊儀式 在船邊拋大量舔食 讓民眾來搶 就像魚群在搶食 象徵陶海人滿載而歸 而這艘新船是海運業者砸三億建造而成 是目前澎湖貨輪中速度最快的 來回嘉義澎湖大約兩個半小時 加快作業速度 不管盈虧 它就是要輸給人 打拼 我一定說 一定要賺錢 只要讓我們平常的生意 它就好了 為了回饋地方 海運業者不惜砸重金 建造新船 也期盼新船的加入 能紓解離島大量海運需求 記得澎湖 綜合報導 在郵τού可賢好啦 讓我們平常和來